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莫安啦 这边同时到货的还有另外一支的PVC 一样是属于我们手游的系列 不过啦 这一次的手游呢 莫安就是有来进行游玩的 当时听到资讯要来推出这款PVC 莫安自己是真的很期待 那在最近的话呢 终于是正式出货了 今天的话就用点时间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莫安一直有在游玩的手游 除了少女前线 除了赛马娘之外 接下来呢 没有错啦 就是我们的未来档案 这次的话 由我们阿妮GIF所推出的 第一款未来档案的系列公仔 选择的角色就是我们的春日春 这一位角色也是 莫安会选择入坑这款游戏 最主要的原因啦 当时就被他这个造型给深深吸引到 但在游戏当中 其实他并不是 所谓的稀有角色啦 而就在一个初阶恶星的角色而已 虽然是初阶恶星 可是却有极高的 这个防护能力 也可以算是这款游戏坦的代表 也因此在游戏当中 想要抽到这位恶星角色 莫安个人觉得难度还算是蛮高的 莫安算是国际服务一刚开呢 就直接加入 那也因为那个时候游戏的bug算是比较多一些 官方这边赠送的钻石算是非常非常的多 莫安已经把这些钻石全部都拿去抽完 都还没抽到这位恶星角色 甚至一度有考虑要进行课金 结果也还好啦 当时官方是举办了这个游戏活动 只要有打活动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得到这位角色 莫安最后啦 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才得到 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啦 既然是莫安最想要的角色 有推出成这个PVC 莫安觉得一定是不能够错过 虽然这家模型厂商啦 莫安自己不算是太熟悉 但是看到当时呢官方所公布的这个官图 整体来说啦 其实跟这个外形设计还算是蛮还原的 所以莫安呢也就直接来进行预购了 最重要了我们转到盒子的后面 这边可以看到几处的细节啊 还原度来说呢 其实都算是蛮高的 盒子的两者其实分别就可以看到一面的话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模型的食品图来呈现 那另外一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CG图的方式来呈现 整体来说啦 这一次的制作呢 莫安个人觉得应该算是蛮还原的 但实际上整体的做工表现 我们还是要开箱之后才会知道嘛 那这边的话 莫安也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就直接开箱来看一下本体的部分啦 接下来 对 对 放入冰箱 打开车后还是有部分零件需要来进行 组装那也可以看到啦 这次的话呢 其实跟这个原画作比较起来 整体的还原度算是蛮高的 首先的话我们先看到本体的地方啦 魔玩这边那里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一样先看到脸部的表现 这次啦其实有少部分的玩家认为呢 在这个脸部的设计是比较像这个小男生的 魔玩自己收到食品是觉得没有这么的夸张啦 也因为穿这位角色本身在发型上面呢 就是走这种比较短发的路线 所以啦搭配起这个脸型呢 可能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魔玩自己是觉得啊 这次的食品设计呢 其实还是以这种女性的面孔方式来呈现啦 实际上的差异啦 其实就不会到这么的夸张 这次也可以看到啦 在这个法司啊上面细节呈现呢 诶魔玩觉得整体的这种建成效果 都有做一个蛮不错的感觉 最后啦我们上面的这一对 诶不是猫耳哦 注意这边是猿耳 所以呢应该算是这种狸猫 或者是浣熊的这个耳朵呢 这次也是有完整设计出来的 整体的搭配来说啊 脸部的设计效果呢 魔玩自己是蛮满意的 另外在头部的地方 我们稍微往后可以看到呢 这边是有用一个透明指甲 往上延伸的一个小小特效件 这个也是魔玩觉得 在外蓝打印系列当中 设计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没有错啦 每一位学生的头顶呢 其实都会顶着一个小小的光环 这个光环的设计呢 其实跟不同的学校 以及学生的个性呢 诶都会有做一个蛮大的区别 这次在我们春这位角色呢 最主要所属的是这个白鬼夜行的学校 也是走这种日式和风的系列 搭配整体的这种服装设计 但你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光环的设计效果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一致 这次的话也是有用这种 透明件的方式来呈现 设计上面来说呢 也算是蛮细致的 接下来我们往下延伸 可以看到服装这边的设计 这位角色的话呢 也因为服装这边是走一个 比较性感的路线啦 所以可以看到呢 身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服装这边的花纹啊 像是这种烫金的这种线条 以及这边有一些小小的硬质涂装呢 也其实都算是蛮清晰的 再回转到侧边 其实也可以看到啊 裙带的这个部分呢 一样是有用这种绑带的方式来呈现 那里面这个肌肤的质感呢 这边也是有完整呈现出来的 这边的层次效果设计呢 也算是蛮棒的 再回转到后面的地方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衣服啊 这边所有的硬质花纹呈现呢 都是蛮精致的 一直到下摆这边的这个设计呢 可以看到这边的涂装硬质呢 都没有出现任何一期的情况 但最后啊 搭配这种金色金属质感的方式来呈现 魔幻自己是很喜欢这次的 这种金色质感的表现 是真的很漂亮 最后啦 下半身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呢 大腿的这种肌肉线条的表现 一直往下延伸到我们脚步这边 鞋子的设计 也是走这种比较和风的这种感觉 在一些细节上面的点缀啊 这种花纹的呈现呢 魔幻更觉得这次的设计都是很漂亮的 另外在腰间这个地方 大家也有注意到啊 这边是有设计这种比较粗的这种绳索方式呢 来做一个简易的造型 那一直往下延伸到最尾端的地方 也是有用这种金属漆的漆料呢 稍微来呈现这种细节的部分 这次在绳子这边的细节呈现呢 魔幻就这种阴影质感的处理也是很漂亮的 地台这边设计也是稍微有呈现出这种天空的感觉 那最后在正前方啦 也是直接印制了一个简易的logo 地台的设计就是走一个比较简单的路线 不过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个看点 也就在于呢这个地台以及我们本体的固定处 官方这边也为了要保存这个肌肤所有的线条 所以呢在这个地台的地方呢 跟身体的连接处是使用这种磁吸式的设计 换句话来说 只要对到相对应的孔位呢 直接把它给摆上去 就不用担心会出现任何倒塌的问题 这样子的设计魔幻自己也算是蛮喜欢的 不会要特别注意啦 也因为这一次与身体的这个连接处呢 是比较深的颜色 那魔幻个人会建议在这个屁股这个地方 还是要稍微定一个隔绝的 像是这种塑胶垫的方式 才不会出现这种色移的问题 这地方的话呢 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啦 简单跟大家分享完之后 接下来魔幻也就不再多说了 直接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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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別飛去的気持ちいいよ 來 どうぞ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近い そんなこと 無いと思うわけだ 誓いの 気になる 一旦方向 いい ありがとう じゃあ ここで ここ すっごく気持ちよくて いい場所なの 風の音 葉っぱが優しく揺れる音 それに 緑一色だけじゃなくて いろんな穴が咲いてて 遠くから 水の音が聞こえたり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今日はここで 魔王也是第一次購買 アネギフス所推出的产品系列 也是為了這位角色 說到之後 整體的塗装 以及模型的還原度來說 都有很棒的效果 你跟魔王一樣 有遊王未來檔案 也很喜歡這位角色的朋友 魔王當然也是很推薦 入手來進行收藏的 未來的話 我們的未來檔案其實陸陸續續 也有在推出新款的PVC 來進行預購 正式推出的時間 最快也要在明年年中左右了 到時候啦 魔王有來進行預購 有到貨的話 當然也會再來跟大家做 更多的系列開箱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之後 魔王一樣也會再跟大家 分享不一樣的玩具系列 以及PVC人形的系列 我是魔王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